谁是童话王国最讨厌的人 我投小雪一票 为什么 谁让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妈妈总是让我向你学习 烦死了 大宝 你这有什么理由啊 我要投你一票 可以投大宝 谁让大宝你投我的 大宝已经两票了 黑眼魔王 你快跟我们一起投大宝 黑眼魔王 我昨天爱请你吃了零食呢 你不能投我 那 那我投小雪 小雪大宝都是两票 那这一局 我们让小伙伴也来投票吧 小伙伴们 快投出你们心中最讨厌的那个人吧 希娜 快说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是 谁是童话王国最笨的人 那我投大宝 大宝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我的船又下降了一点 黑眼魔王 你好意思说我 你连加减法都不会 谁说我不会的 那我来考考你 一加一等于几 当然等于二了 太简单了 那二加二等于几 等于四 那四加四呢 四加四 四加四 等于六 黑眼魔王 你果然不会 童话王国最笨的人 非你莫属了 不好意思啊 黑眼魔王 我也要逃你 不要啊 黑眼魔王的船太重 沉入了海里 所以 黑眼魔王淘汰 可恶 我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一轮 伙伴们最喜欢童话王国的人是谁 那还用说嘛 当然是我了 我漂亮 美丽 大方 小伙伴们肯定最喜欢的就是我了 我投自己一票 哇 我的船上升了 没错 这一轮得到投票的 可以让自己的小船升高 最后 谁的小船最高 谁就获胜 那我也投我自己 毕竟 我可是童话王国最帅气 最活泼可爱的男孩子 那 我还是童话王国最善良 最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呢 我猜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是我 所以这一轮 我投自己 奇娜 你也快给我投一票吧 奇娜 快把你的票投给我 给我 你们不要吵了 我觉得 小伙伴们最喜欢的人 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 小伙伴们 我已经给小雪 小辈 大宝的身上 不要上了编号 快发送 你们最喜欢的那个人的编号 告诉我吧 小伙伴们 一定要选我 我给石像穿上公主裙 我给石像戴上眼罩 现在好看多了 小辈大宝 你们为什么要乱赶石像 这样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哎呀 能有什么事 而且这样一打吧 石像好看多了 就是 我们再去拿点颜料 给石像改个颜色吧 好主意 我们快走 哎呀 他们不听我的 这可怎么办 小雪的头发是黑色 裙子是蓝色 小雪的鞋子是红色 铺铁结也是红色 我头 太好了 这下就和小雪一模一样了 怎么突然乱疯了 好冷呀 大宝 我们快回家吧 大宝怎么变成石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什么 石像居然说话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看来 你还是不相信 那就把你 也变成石像吧 什么 不要 想跑 你给我站住 大宝怎么变成石像了 这肯定是石像干的 我得赶紧找到它 终于抓到你了 看我的厉害 不要 我不要变成石像 这可由不得你 我要让你也尝一下我的痛苦 石像魔法 你真厉害 现在安全了 小白你没事吧 黑暗魔王谢谢你 大宝也被它变成石像了 你能把它变回来吗 没问题 大宝在哪儿 你快带我去 黑暗魔王小心 石像动了 小白你先走 我来挡住它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 黑暗之力 怎么不管用 就凭你也想打败我 石像魔法 小白 我一定要抓到你 黑暗魔王怎么也变成石像了 我得赶紧找到石像 要不然它会伤害更多人的 黑暗魔王 已经被我变成石像了 你也跑不掉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黑暗魔王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别哭了 很快 你就会变得和他一样了 不要 我真的知道错了 银鹅再也不会在石像上乱吐乱坏了 你就放过我吧 你说的可不算 我还是问问大家吧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放过小贝吗 如果觉得应该的 就反送呼呼呼 如果觉得不应该的 就反送巴巴巴吧 石像魔法 这下 大家就只能反送巴巴巴了 大家怎么都在发巴巴巴呀 我不是看错了吧 看来大家都想让我惩罚你 那你就给我高高变成石像吧 石像魔法 不要 小雪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你已经把大宝和黑暗魔王变成石像了 小贝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你就原谅他们吧 不行 如果我放过他 谁知道他下次还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了 我保证你可再也不这么做了 你就相信我吧 那好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变 只要你能猜出 我们两个谁是真正的小雪 我不仅原谅你 还会把大宝和黑暗魔王都变回来 可是 你们两个一模一样 我根本猜不出来 小朋友们 你们能认出哪个才是真正的小雪吗 快告诉我吧 拜托你们了 怎么会说我们怎么变成猫了 小雪喵 快来吃鱼 喵 我不是猫 我不喜欢吃鱼 喵 看着好好吃 小雪喵 快吃吧 不行 我远不住了 喵喵喵 喵 好好吃 我怎么真的变成了一只猫了 喵 怎么办 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真正的猫 我也是 喵 为什么我们都会变成猫啊 喵 大宝喵 你的脸怎么变红了 我不要说话 一说话就会变喵叫 喵 可是你还是说了喵 我也不想这样喵 快 他们在这里 魔女之力 喵 凯琳阿姨 你做什么 他们都是小猫精 不能留在童话王国 凯琳 快把他们送到妖怪管理所 这不是小雪他们吗 艾莎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有搞错 他们都是小猫精 现在的样子都是变出来的 不信你们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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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猫才喜欢老鼠 他们就是小猫精 艾莎说的没错 希娜 我们把他们送到妖怪管理所 好吧 这样 童话王国就没有讨厌的小雪了 童话王国怎么会出现小猫精 希娜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是艾莎这么说的 这件事有问题 我去查一查 不好了小精兵 我们的孩子不见了 妈妈们 你们别着急 慢慢说 也就是说 他们就是小雪小辈 熊妹大宝 啊 呀 不好 猫猫和艾莎已经带着小雪他们 去妖怪管理所了 快 我们快跟上 好 马上就要到妖怪管理所了 真是太好了 哈哈 凯琳阿姨 你别被艾莎骗了喵 我们是小雪熊妹大宝小辈喵 才不是什么小猫精喵 你们说的话谁信啊 小雪喵喵 我们不是猫 喵 要不 我们还是去问问小精灵吧 我不放心 看灵 我不是都说了吗 他们就是猫 可是 我总觉得不对劲 妈妈 快把他们放了 他们真的是小雪小辈熊妹大宝 不是小猫精 可是 他们确实是猫啊 就是 他们同声的耳朵可骗不了人 我确定他们就是那几个孩子 至于为什么他们变成了小猫 我要检查一下 太好了 真的不用检查 敬连魔法 精灵之令 原来是这样 有人给他们喝了小猫药水 所以小雪他们才会变成猫 谁干的 太过分了 我的魔法检查到了艾莎的气息 是艾莎干的 艾莎 你居然骗我 我要把你送到坏人管理局 不行 小雪他们可是差点被送到妖怪管理所 我要很喝出出气 胡拉拉 鼠鼠魔法 喵喵喵喵 做坏事就该受到惩罚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下一次再见 一百一十一厘米的小雪 绕童话王国跑十圈 一百零五厘米的熊妹和大宝 绕童话王国跑二十圈 一百二十厘米的小贝不用跑 不公平 为什么小贝不用跑 因为小贝最高 你们长不高 都是因为缺乏运动 要是你们也像小贝这么高 就不用跑 好吧 长得高真是太高了 幸好我有长高秘籍 还有时间才跑完 我已经跑不动了 想长高吗 我可以跑 长高就不用跑了 想想想 艾莎 你快帮帮我们吧 黑眼之子变高 你们现在有一百二十厘米了 这下可以回学校了 艾莎我想再长高一点 没问题 黑眼之子变高 现在你有一百三十厘米了 现在我肯定是班里最高的人 熊妹大宝的身高 都是我进来的 有人变高 就和有人变矮 小朋友们 能猜到是谁变矮了吗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大宝 你怎么变得这么高了 我可不能让大家知道 是艾莎把我变高的 我让他慌慌慌 多保了几圈就变高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怎么觉得大宝在骗我吗 果然让你们跑不是对的 现在小雪最矮再跑二十圈 小辈熊妹跑十圈 不要 快跑 幸好我长得最高 熊妹 你们怎么会一下长这么高 我跑完步就没有长高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跑二十圈 是艾莎把我变高的 要不要告诉大家呢 快跑吧 要是绕头花王波跑二十圈 就能长高 那也不错啊 别跑了 我和大宝是被艾莎变高的 原来是这样 那我也要去找艾莎 我不信艾莎会帮我们 可是别去了 你不去我去 严谨老师 我跑了二十圈 也没有变高 你是不是没有跑够啊 小雪都长到一百三十厘米了 那是她让艾莎用魔法变高的 原来不是跑得越多 就能长高越多啊 是我弄错了 不该让你们跑那么多圈 大宝 爸爸变矮了 爸爸 你怎么变得跟我一样矮了 小雪爸爸和小便爸爸变得比我更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艾莎干的 我们快去找她 艾莎 快把我爸爸变回去 你们的身高是借爸爸的 只要你们变矮 爸爸才能变回去 我愿意变矮 我长大了也会长高的 不能借爸爸的身高 我也愿意 可是我不愿意 我就喜欢你们的爸爸变矮 精灵之力 小金灵 谢谢你 艾莎 你随意改变别人的身高 我要把你也变小 精灵之力 不要啊 我再也不改别人的身高了 我们都会长高的 大家不要着急 我的长高秘笈 是早睡早起 多锻炼身体 但是 大家可不要过度运动啊 那样不仅不能让我们长高 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起床小雪 开始测试午餐 哎 怎么有条奇怪的尾巴 小雪 你不会是一条虫子吧 不可能 我擦 哇 我上辈子竟然是霸王龙 哼 我不信 这可是神奇的魔剑 写上名字 就能测试过去和未来 啊 真的吗 小朋友们 如果有这个镜子 你们会做吗 小雪太酷了 我也要测一下 写上小辈 开始测试 我擦 谁没了 我一定是美丽的人鱼公主 别臭没了 快把树下的擦掉吧 好吧 啊 气死我了 怎么是一只河豚呀 哈哈哈 小辈 怪不得你总爱发脾气 原来是一只气鼓鼓的河豚呀 臭大宝 你敢测一下自己是什么吗 这有什么 这辈子没怕过什么 写好名字了 开始测试 哎 出来了 我擦 是绿色的 大宝不会是一颗青菜吧 呃 这么可能 我最讨厌青菜了 我擦 哈哈哈哈 大宝原来是一只乌龟呀 这个镜子一定是坏了 我不相信 大宝 你平时就喜欢欧摇駝背 再这么下去 可真的要变成乌龟了 好吧 我以后一定要挺起腰板 过去测试过来 我们再来测测未来吧 测什么呢 就测我们这次考试 能考多少分吧 好折页 我先来 写上名字 海星测试 我擦 出现了 是零 不会是零分吧 我再猜 哇 太高了 是九十分 好羡慕你啊 我也来擦擦我的 开始测试 我擦 课温数也是零 我不太信 考六十分及格就够了 什么 怎么又是零啊 大宝 你不会考了大鸭蛋吧 我不信 全擦掉看看 是一百分 我考了一百分 什么 大宝竟然能考一百分 我也测一下我的分数吧 写上小雪 海星测试 各位说也是零 小雪一定也是一百分 我擦 怎么是零分啊 我不相信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 我到处找你们 我是来给你们送食箭的 给你们 我真的考了九十分 魔镜云造的好准啊 我真的考了一百分 我太高兴了 这不是真的 我怎么会考零分呢 小雪姐姐 因为你初心明显名字 所以已经老师给你打零分 原来是这样 都怪我太粗心了 大宝怎么会考一百分的 就是就是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大宝最近每天都认真完成作业 老师就给大宝打了一百分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后都要认真学习 啊 周里怎么有个大经济啊 这是个能预测过去与未来的魔镜 我们的分数他都猜对了 真的吗 那我也要测 你要测什么呀 就测啊 我以后能住什么房子吧 快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吧 我叫熊妹 就好了 开心试试 我擦 出来了 怎么还有草地呀 一定是大花园的豪宅 嘿嘿 我看看我的豪宅找什么用 哈哈哈哈熊妹 这就是你的豪宅呀 原来是个破账吧 啊 不算不算 我要重新测试 熊妹 不能重新测试 只有第一次测的才是准的呢 哇 那我不错了 我还是测一下我能长多高吧 熊妹 你确定要看自己能长多高吗 看了以后就不能更改了 好纠结呀 小朋友们说 我到底要不要看呀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